一切智无所谓 佛于大众中 明也国为一切智人 而无威信 这是一般人不敢讲的 孔老夫子也不敢讲 孔老夫子大夫人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你来问我 我知道的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的 我告诉你这个无名智福 哪一个人敢讲 他是一切智人 只有佛敢讲 这个佛 给诸位说 原叫粗诸菩萨 就是正佛 胜利四无威 他有没有正德 正德了 粗诸菩萨就正德了 所以在设法界里面 独化众生 他真的是无所谓 他不学这东西 他都会 为什么 他明信见信 一切法 不离自信 只要见信 一切法 自然就全都通达了 无论你问什么 没有 不知道 摄迦牧尼佛在世 我们知道 他求许 十九岁 离开家庭 清净 当代的 这些大德 大思 大德 宗教的 学术界的 都清净过 十二年 十二年能把东西通通学进吗 不可能 学一辈子也不可能 像现在的大学 每一个科系 你就念四年 十个科系 就四十年 有没有一百个科系 那一百个科系 不要念四百年吗 你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 你不去读 你就不知道 那读了 未必能完全知道 你才晓得 这个事情真难 这些诸佛菩萨 他不需要许 他所要的 是建议 是开发自信里头 本有的智慧 慧能大师说说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建议了 那就是一切之人 不建议 世间 圣人都做不到 所以佛门里面称圣人 明心 见信 才称这位大圣 四国罗汉是小圣 只是突立六道轮回 没见信 明心 见信 才真正是大圣 称他们为菩萨 摩护萨 慧能大师进行 在中国 六祖谈经 给我们做了印证 慧能大师 不认识 没有学过经教 进行之后 他居然有能力 解释一切经 你念给他听 哪个地方不懂 哪里怀疑 他会想想细细 讲给你听 这个例子 在中国出现的 这样的人很多 用他来做代表 五灯会员里面 一千七百个人 他们的智慧能力 更会能大师 是平等的 还有 仅得传灯路里 教下 大开人 念佛 理业心 不乱 都是这个经济 同一个级别 他们都有这个能力 中国古人 读书 跟现在人不一样 现在人求知识 古人求智慧 智慧 能成就 一切智 智识 不能 智识 你们有学的 所谓 各行 各山 它不能贯通 智慧 能通 一精通 一切智通 一个法门通 一切法门全通 这是东西法 学习的方法 理念 目标 效果 不相同的地方